你懂吗 嗯 聪明的人都不想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 看了你给我几个眼神 我看到了在上面 下午的时候 我主要是看张思凡跟许晓东 有没有这个 下午的时候已经 在分组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给你 让你跟他一组 我说我跟他一组 而且当时分到组的时候 可儿也说他要来钻石坊 但是我没说话 他自己来的 其实是很有机会的 什么 他自己来钻石坊了 他自己来的钻石坊 他说他要来钻石坊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有说话 他自己来的钻石坊 你们没有留住他 然后第二是我 我让你去跟他一块做 你跟谁做 你说不 你说你跟他一块做 我说我要跟他一块做 你说不 然后上去的时候 碰到W就跟W说 我说已经给了你机会了 因为这个事情 对 我不是冲着一百万来的 我也不是冲着粉丝来的 昨天我进去的第一句话 就是骂我父母 谁也不会开心 我为什么要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就验证刚刚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价值观不一样 很多人觉得可能金钱 金钱的确很重要 但我现在觉得时间更重要 这我都不想再重复了 重复了一个星期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所以 之前上一个星期跟你们说了那么多网友怎么骂我的 我还是依然的在说 依然的在弄 但是我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 真正需要那个什么的时候 一个个都在那那什么 那我现在只能说对不起 不能不陪你们演了 我就跟着我自己的心走 唯一挺勾我的就是一头 我很多时候在想一个问题 在想说 你们有那么闲吗 应该不会吧 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呀 那六个捆在一起的人 其实人家已经伤害好了各种官方对策 有些人自己知道自己的角色在哪 你以为朱卡尔不知道他自己觉得他的在哪 对 他当然知道 他当然知道谁走对他很安全 他也知道他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他很知道 你明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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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